大家在電視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採訪一個大演舞 百萬點閱率的網紅 他平常是開箱Sancy 我們今天要開箱他 Joman 大家好 我是Joman 傳說中富豪家裡都要有的暗門 郭董裡面是金貴的這種 你猜 一定是金貴的 你邀請博恩來到現場 沒錯 就是抄襲 不是 我們當初沒有這樣子講 風趣的Joman展現親和力 讓我們直擊他的攝影師 現在摸了嗎 不好意思 久等了 我剛剛有點麻煩 不會 不會 我現在不能夠握手問好對不對 恭喜 謝謝 我可以做嗎 可以 大學時Joman念的是 教大最熱門的電子戲 因為興趣當了遊戲賽評 一度響轉傳播戲 在全世界都阻止我 因為念到大三 但他已經剛好是一個大學超過一半 大家都覺得說你學分 都學了六七十學分了 現在放棄太可惜了 所以我還是有聽話的繼續念 只是念到後面真的也很 滿痛苦的念到大六 這是本體啊 那也是香槍冰塊的本體 給大家近距離看一下 隨興的不鏽鋼冰塊開箱影片 沒想到大受歡迎 周明看到網友Tuber發展的契機 下功夫瞭解 什麼樣的影片容易被推播 善用電子戲專才開箱3C 也做旅遊訪談 粉絲訂閱濾鏡180萬 我覺得我們這個世代 新媒體的一個特色就是相對的 比較更親民一點點 就是我們給觀眾營造出來的 這個形象比較像是林家的 林家的哥哥 或是林家的叔叔的那種感覺 我們這個棚有時候轉一下 然後 赤字百萬打造的攝影棚 燈光不景 攝影剪輯 專業器材 鑽研透徹 處女座的完美主義 像創作上面 我給我自己目標是一直要精進 以前都是用小相機 或者是GoPro簡單拍一拍 可是現在我們就會 買一些業務機 買一些比較好的硬體 2010年就接觸遊戲講評的Joe Man 絕非一氣爆紅 在競爭激烈的YouTube磨了10年 學到最多的是面對輿論的壓力 我只要你的知名度 達到一定的時間點 我們一定是會遇到酸民 當大家還不認識我的時候 會先酸是長相 就那時候我還比現在胖滿多 他們就說這個胖子 我都還是抱持著 比較健康的心態 就是我覺得能改的我會改 有一些是真的就是討厭我 固執力就是討厭我 不管我怎麼改 基本上我是不會也不會去理他 樂觀的Joe Man 讓酸民知難而退 很多人羨慕他 對YouTuber這一行 懷抱憧憬 Joe Man支持作夢 但要顧及現實 那我要離職的時候 我就開始幻想 我離職說太好了 我未來就是SOHO族 我在家 想睡覺就睡覺 想放假就放假 實際上得到的生活是 那個放假的界線很模糊了 就是我覺得 所有訪談都沒本 Joe Man面對受訪史上最嚴肅的問題 也是有問必答 好硬喔 這一題 我平常比較沒有關注 我想一下 我想 還在羅馬 我也願意相信說 是因為這個網紅的產業蓬勃發展 然後 畢竟可能生技學校有一些招生上的壓力 他必須要創立一些 比較吸引年輕人的科系 科班出身的一定還是有些優勢 包括他對器材的了解 他對一些畫面 或是一些媒體的論述 但是目前的觀察 八九層的網紅 並不是科班出身的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 有沒有追求科班出身 我覺得沒有到很 很正相關 然後我拿到了 生活的全世界 這是個人人有機會的時代 周密鼓勵有心成為同行者 多閱讀 才有源源不絕的故事與創意 希望我創造出來的內容 是可以陪伴著觀眾 然後讓他們開心的 就是看了可以殺殺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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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